第五百六十六集 江家的人还有十三位圣主级人物全都震惊 猜想到了老玉是谁 是昔日江太虚的红颜之己 晚出圣地的一代圣女 圣女不能外嫁 彩云仙子没有办法与江太虚在一起 江神王闯入晚出圣地 要将他带走 但彩云仙子念及施恩 终究是未离去 但他却也终生未嫁圣子 独怼青灯鼓动 再也步履尘世 人们没有想到他还活着 而让人震惊的是 到底是谁打伤了他 心脏部分几乎被冻穿 鲜血鼓鼓 猛的一声 天地秩序的对抗 有形法则的碰撞 彩云仙子身体堂血 与三个老妖孽大战 诸多圣主级人物都远远的躲开了 万一被这种秩序的力量打中 很难预料后果 绝对无比的恐怖 前辈 快进来 江云传音 告诉他如何步入大地震文中 老玉虽然强大 但绝不可能一人独抗三个老妖孽 惊献这样的大员 如果快速惨死在此 那真是太不值得了 刷的一声 光芒一闪 彩云仙子避过三个老妖孽 进入阵文内来到画龙池前 他近乎颤抖 坠入池中 把江太虚抱在怀中 太虚哥 你一定要活过来啊 他泪如雨下 见到江太虚皮薄骨头 忍不住老泪纵横 他将自身的一道道神源 注入江太虚的体内 神光如皮裂照亮整个画龙池 彩云前辈 您无需如此 神王老祖体内有神妖 能够复活 您不用耗尽自己的寿源 旁边那些老人全都动容 出言劝道 我生机一绝 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你们无需多言 彩云仙子头顶 不断地冲出神源 没入江太虚的体内 他用手摸缩江太虚的面容 泪水一躺路 一别四千年 昔日 你风神如雨 影子薄发 如今 姐也老成了这个样子了 彩云仙子昏浊的双目中 不断有泪水滚落 西年 你纵横天下 谁人敢当 如今五年而归 却又这么多人想来杀你 太学哥 你不要死 他喃喃自语 近乎祈求 似是回到了四千年前 您不要再耗费自己的命缘了 神王宗族有之 肯定会拒绝的 江云再次劝解 彩云仙子摇了摇头 我已经不行了 赶紧让太虚复活过来吧 前辈 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把您伤成了这个样子 江云问道 感觉到事态极其严重 这样的存在都被人重伤了 可想而知 恶案中还有多么可怕的人物 一个很恐怖的人 只有太虚复活 才能对付他 彩云仙子以万出圣地收藏的神城石令 横堵虚空而来 也唯有如此 才能进入目前被封的古城 他专为救江神王而来 与一个恐怖人物在地宫上方对局 被伤成了这副样子 连江云都有些绝望了 什么 万中还有这样一个人 一定是他在控制大地圣兵 再与横雨神炉对决 轰的一声 大地震文被破开 三个老妖孽大笑连连话语 无比的声喊 送你们所有人上路 彩云仙子 你与江太虚地下再续前缘吧 老玉轻柔的 把江太虚放入画龙池肘 走上岸边 最后回头望了一眼江太虚 而后向着三个老妖孽冲了过去 当下也唯有他能够挡住 同代人物片刻 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拦住 而叶凡已将大神鞭交给了他 嗡的一声 这是一场生死大搏杀 天地秩序交织而出 在双方间来回碰撞 他们没有真正靠近 却更加的凶险 呼的一声 彩云仙子身上 接连出现四五个血洞 那是被天地法则所伤 他纵然再强大 也抗衡不了三个同代的 不死妖孽 呼的一声 与此同时 十三位圣主级人物 大步逼了过来 他们同样超级恐怖 在场的人彻底绝望了 如今还怎么来逆天呢 动得一声 彩云仙子横在前方 将十三位圣主一起挡住 可是这些雄主 虽然年岁比不上他 但都是当今天下的绝顶人物 一样恐怖 这么多人站在一起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老玉一下子被打飞了出去 身体近乎破烂 骨骑作响 彩云仙子的身体 撑出一道道纹落 钩楼的身体也挺直了不少 他以身和天地秩序 燃烧神力 驱动大道 阻挡这些人 可是他纵然在强大 也不可能抗衡了三位老妖孽 外加十三位圣主 老玉欺然一笑 太雪哥 今天 我们死在一起 你们 都去死吧 十三位圣主及人物大不上前 具有无与伦比的恐怖威势 神王宗主 我江亦救你来了 一声大吓传来 崩碎的地宫上方 浩荡下一股无与伦比的恐怖威势 让每一个人都心惊胆战 一只巨大的魔管 从天而降 吞吐天地 欲将一切都吸纳进去 上古吞天魔管 所有人都震惊了 感觉灵魂都受到了压制 几欲崩碎 哄的一声 巨大的陶管压落 三位老妖孽 与十三位圣主及人物 全都不由自主地闪开 飞退了出去 半剑几道武器 这可不是其他兵器 万一被打中 铁定行神俱灭 第九大口江亦来了 他从屠天的手中 借来了吞天魔管 依此突破深层封翼 闯了进来 解救宗族 三个老妖孽冷笑连连 没有人可以让残缺的 大地圣兵复生 除非古之圣贤来运用 不然根本催动不出 横雨圣炉那种威势来 大地圣兵 唯有大能掌控 才能让其复生 显化出极道神威 不然落在常人手中 跟死物没什么区别 若是残缺的极道武器 则需古之圣贤 来催动 才能复生出极道神威来 要求更为的严格 江亦大喝 驰圣兵来到画龙池前 不能显化极道神威 但也足以自保了 宗主 我来救你来了 嗡的一声 上古吞天魔罐快速放大 将这里遮拢 将画龙池封在了下方 虽然古之大地的圣兵 没有复苏 但是一样无比的恐怖 些许波动 就已经让十三位圣主级人物 都一枕惊悚 第九大寇江亦赶来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关键时刻 十半剑极道武器出现 解决了眼下的恶难 不过众人知道 若是没有采云仙子 纵然是仙王来了 也于是无补了 是他挡住了一干恐怖人物 才保住众人 可是 此刻他自己却已经性命不保 眼看就活不成了 身体被天地秩序的力量 洞穿多处 五脏皆消失了 升级被斩灭 太虚哥 你知道吗 我来看你了 四千年后 我们重逢了 他颤抖着 进入画龙池中 抱起将太虚 轻抚他的脸颊 我真的想与你 漫步夕阳下 可惜 没有时间了 你永远 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 彩云仙子 浑浊的双眼 越来越暗淡 在场的人 都不忍心打断 静静地看着他们 他一声清河 躯体中冲出无尽的神光 打入将太虚的体内 太虚哥 西年 你为我寻来地缘国 补我的寿缘 要我与你同活四千年 宫秀人世间 我 我等到你了 可惜 却不能轻眼看你 附生了 老玉 将全身的精气 都打入江太虚的体内 他的肉身 一下子枯白了下去 毛子彻底暗淡 我想 我想 我想回到四千五百年前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太虚哥 我 我跟你走 我不想 留在山地 老玉 有紧灯枯 再无一丝力气 灰白的嘴唇 哆嗦着 但却已经 说不出话来了 旁边 江家中清代的人 山然泪下 几乎不忍目睹 这一幕 我不想 老玉 嘴唇颤抖 想说什么 却已无法开口 许多人 蹲下身来 仔细聆听 叶凡颤声问道 老人家 您想说什么 请不吝点赞